台北股市這個禮拜 昨天休了一天的颱風假 這個禮拜總共跌了四百四十九點了 在今天小跌了三十五點 外資現貨今天再賣了一百零三億元 期貨期貨在昨天放颱風假 之前轉為了空單 今天空單回補 但是台紙期目前還是凈空單 伯介老師節目一開始的告訴大家說 目前不寄望外資回籠 因為台幣還在扁 但外資不要扯後腿 如果現貨也賣 期貨現在還是空單 昆仁怎麼看到今天期限選 因為選擇權在今天看起來 還是相對的比較偏空 下個禮拜怎麼觀察外資動向 好 因為其實如果就今天的外資進空單 只有一千三百八十四口 那雖然是減少了三千九百多口 這個方向來說的話 它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那就是一個如果每天 大概一到三千口的正負的浮動的話 這是一個蠻正常的操作行為 所以如果就外資的空單是還好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我覺得比較麻煩一點的是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謂的散戶多空比的指標 也就是散戶的流倉的部位 目前已經來到了正的十六點八左右 也就表示說其實這邊的散戶是偏多去做操作的 這反而是我比較擔心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擔心 因為散戶在做多啊 所以通常散戶都是反指標 所以如果就方向來說的話 是一個比較屬於偏震盪 甚至偏中性偏保守的地方 沒錯 大家放在心上 外資現在看不出什麼方向 但如果現在散戶的態度 還是持續的偏多的話 這大盤會不會還是繼續震呢 那外資在這段時間如何的轉換持股 我伯介老師請您上台來 外資今天整體賣超 賣什麼呢 賣超第一名的華邦店 那就先來解華邦店 因為日K連三黑壞掉了嗎 好 第一講 線型是沒有壞 這邊其實暗示你什麼 今天已經殺出停損量了 而且有下影線 又到季線對不對 綜合這三個來講 下個禮拜有機會回穩 回穩不見得馬上反彈 但是他有機會先穩住 那我判斷外資為什麼 因為華邦店今天下午開法說會 就是說外資怕說 這個法說出來的東西不如預期 展望也不好 不過還好啦 上半年第二季有虧轉贏 上半年雖然是賠錢 但是第二季轉贏了 再來對於後面的展望 也不會太差 所以我認為下個禮拜是有機會什麼 先反彈的 那一樣 今天低點不要破 其實這邊換手完之後 再反彈回去28塊之上 有機會 好 說到了法說會 今天外資 外資也賣聯電 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公布營收 結果7月的營收比上個月小幅增加 0.04% 但是比去年同期減了23% 重點是庫存 聯電說 終端市場還是非常弱 所以庫存調整要延到了第四季 來看一下K 今天外資賣了聯電9000多張 聯電就是弱 還會再更弱嗎 就盤跌吧 就走盤跌 因為第一個就是現在市場焦點都在AI 不在晶圓代工 對 台積電也沒表現 我們剛才有講他也不會有機會 所以短線來講他就是慢慢跌 但你要去注意的是說 在如果不小心破了前低有沒有放量 然後有沒有辦法打出一個雙底 這個是未來一段時間去觀察 目前他不會是市場的焦點 可是我們要觀察是說 能不能在現在最差的時候打出一個底部 OK好 今天還要來看個友達 昨天颱風天 友達在颱風天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跑到了南部去了 關了一個廠 所以呢 200名員工可能因為關廠 他們就頓屍生計沒有飯碗了 今天的股價表現還不錯 但是第一個我問為什麼要關廠 關了廠之後接下來的股價 這根的紅K最近守得很穩 有機會持續守住嗎 第一個一定就是 景氣不好嘛 所以他要想辦法集中產能 就不要說每一個廠都有開嘛 那這樣對他來講 他的開支是會減少 第二個是說景氣循環股 你要買在最差的時候 買在虧錢時 對 財源啊虧錢啊利空一大堆的時候 你看反而利空他慢慢往上走嘛 所以如果我們就技術面看 這個之前也有跟大家講過嘛 這一根中長紅代表什麼 代表時間拉長一點 代表這半年之後 那底部打出來了嘛 他有突破嘛 那你回測長紅底點有沒有破 沒有 再來我們時間近一點 你看 最近的兩根紅棒 是 量是不是幾縮 對 代表什麼 短線有點壓不下去 也就是說這邊正常來講 下個禮拜他是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上次講嘛 我說這個是進三退二的格局 那差不多啊 這邊應該有機會再講 但是你要過前高這裡 過了以後就要觀察 那個量能不能持續放大 如果不行的話 反而你在過高之後 你短線有買的人 你還是要短跑一趟 了解 好謝謝博介老師 請先回座了 這些是今天外資賣超幅度 比較大的 外資接下來 是不是要看美國臉色呢 修颱風價的甜一天 發生的這件事情 惠譽竟然調降了美國 Triple A的平等 結果晚上 當天美國股市就跌了 昨天還在持續的發酵 崇老師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所以意味著 美股的資金party要結束了嗎 對沒有錯 這個大家覺得很訝異啦 因為十二年前是標準普爾 對 那美國三家信品機構 標準普爾 惠譽還有另外一家叫穆迪 現在只剩下目的 還維持Triple A 其他的已經開始調降 那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就是 看你要不要打開那個潘朵拉盒子 就是說本來這些大家 詬病已久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是沒有人敢講 沒有人敢做 那事實上 現在就是惠譽跟進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時間點非常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財政部 才正要發中長期的債券 對啊你這麼一條 這樣我怎麼賣得出去呢 對給我一個白板 我之前曾經跟各位講過 那個時候債務上限 還沒有要過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財政部 就是TGA帳戶 美國財政部的帳戶 他的錢只剩下四百億 四百億再下去 連這個員工薪水都發不出來 連那個公務員的薪水都發不出來 所以呢 後來債務上限一通過 他趕快呢 就趕快寄註TGA帳戶 那怎麼寄註呢 怎麼樣可以最快籌到錢 發短期公債 好短期公債 或者叫國庫券 那因為短期公債 目前來講 不是殖利率倒掛嗎 現在不是殖利率倒掛 所以短期公債的利率 有在五五五點一%以上 那這個東西呢 市場上喜歡啊 對不對 因為呢我就去買這個東西 就五點一了 而且沒風險 短期就到期了嘛 所以他沒有利率風險 所以他一開始就發了這麼多的這個東西 短期公債 那短期公債發了很多的呢 這個TGA的帳戶呢 到八月二號查數字 現在是四千七百億 從四百億變成四千七百億 好補喔 很補對不對 那他這個錢到底哪裡來的呢 因為之前市場上擔心就是說 這個錢如果從市場上來 或者從銀行那邊來 那那不行啊 市場來那股市就跌了 銀行那邊來銀行又出危機 對吧 沒有他這個錢是從Overnight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Overnight RP呢 就是聯準會方便大家 你們把多餘的錢存在我聯準會這邊 用這個付買回這個債券的方式 那我聯準會呢 一天就給你市場的利率 也就大概是五點一Percent左右 大概就這個數字 所以呢 Overnight RP他躺在聯準會他就有錢了 本來呢有多少錢躺在聯準會呢 2.2兆美元 好 那現在呢因為財政部發了很多短期公債 如果利率比五點一還高 譬如說來個五點三 那就比這邊有鑽頭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就會把某一個部分搬過來 所以呢你要知道Overnight RP 本來2.2兆 現在只剩下1.7兆 全部移過去那邊 對所以你算嘛 2.2兆1.7兆 是不是大概就是財政部增加的錢 所以財政部增加的這個錢 一開始他沒有動到市場 他是只是把Overnight RP的錢搬過來 所以對市場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波瀾 好 現在全部清掉 那現在重點來了 你是美國財政部 你是葉倫 對 你接下來如果繼續發短期公債的話 那你美國政府先倒 為什麼 因為5.1%的利息 對投資人來講 他當然很開心 但是對美國財政部來講 這是他的支出 對 我要發這些利息 開玩笑 5.1% 我如果再發個五千億 再發個什麼 我美國財政部哪有那麼有錢 去付這麼高昂的利息 等於是我在借高利貸的意思 對吧 所以美國財政部一定會這樣想 接下來借的錢 我想辦法把利率降到3.7 或者來到3.5 是不是最好 我整個支出就下降 那現在什麼樣的債券有這個利率 長天期 10年期 本來葉倫的如意算盤是這樣 我就發10年期 10年期 當時他的如意算盤可能是3.7 可是惠玉來攪局 惠玉攪局現在的10年期是4.15%以上 是4.15%以上 所以你還是要發很高的利息 你怎麼發得出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惠玉條降的第一瞬間 跳出來反對的就是葉倫 因為你亂了他的局 人家正在準備要發這些債券的時候 他現在最新的就要發一千億了 而且接下來有一個發債計畫是一兆 一千億的十倍 所以你想想看 你來亂他的局 他怎麼發債 他一定要想辦法把利息降下來 可是問題是現在很明顯的這個利率 這個十年期債券利率往上靠 我們來看一下K線圖就好 你看一下那十年期公債的K線 你看一下 是不是創新高 對 現在四點一八 比四點一五還高 他是創的進級新高 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值利率走高 就代表債率價格走低 代表大家不要債券 好 那很多明眼就說 這是惠玉惹的貨 但其實也不是 也不是喔 也不是惠玉惹的貨喔 給我一個白板 其實公債值利率 剛才不是看到四點一八Percent嗎 對 飆升上來嗎 其實最主要原因不是惠玉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剛才講的 美國要發債 你想想看喔 美國發債是不是就代表他的Supply增加 對 供給增加 我要發中長期債券 對吧 就代表Supply增加 Supply增加就等於 譬如說 祝華我跟你第一次借錢的時候 你算我利息兩趴 所以我美國一直在跟人家借錢的時候 利率當然要調高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之前 日本央行支聯河南悄悄的改變YCC 他真的是悄悄的改變 因為他其實放寬了 他本來從零點五是不是放寬到一Percent 把彈性調高了 彈性調高 但是他說我雖然彈性調高 但是我這中間什麼時候買 什麼時候賣 我不講喔 弄一個模糊政策 所以後來日圓又走扁了 對吧 所以大家就當說那沒事 其實不是沒事 他是慢慢慢慢的歸宿 在改變他的YCC 那這個改變 明眼人也知道 最後一定會越來越明確 也就到最後日本央行就會升息 日本央行只要未來會升息 日圓就會走強 對 那日圓一走強的時候呢 當初很多的套利交易 就要改變了 因為日圓一走強 我之前在海外的套利交易要趕快賣掉海外部位 回來買日圓 那賣掉的海外部位 第一個就是美債 所以美債被他賣了以後 美債價格是不是下來 殖利率就往上跳 所以我再講一遍 匯運是檯面上的原因 那是這兩天的事情 但是你去看 再看一次K線圖 美債殖利率走深 匯運條降是這裡吧 所以他早在他早就升了 早就升了 原因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兩個 那兩個才是背後的原因 那也就是因為後面那兩個原因很大條 所以不管是什麼巴菲特跳出來反對 誰反對 說匯運那個沒有關係 其實重點是這個東西的走深 跟匯運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說美債還是最好的投資 美債還是穩穩 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話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兩點 短期內也不會改變 所以美國就是真的要發債 然後日本呢 再長一點的時間 YCC一定會被改變 所以這兩點只要不改變 我剛才講的這個公債殖利率 還會再走高 所以反過來 駐華一定很想問我 那現在呢可不可以買 對 如果他立意再走高的話 我價格還會再往上 對 那我就反問你 你覺得美國會不會停止發債 不會 那你覺得日本的 他會被YCC再把它拿回來 不會 那你覺得你現在幹嘛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日本在海外的 部位有四點多兆 四點多兆裡面 我相信很多部位是美債 所以大家要去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 怎麼會讓美元指數走深 為什麼我剛才講的 惠譽那是假議題 因為如果惠譽調降美國平等 那不是美元應該要跌嗎 代表大家不要美元 代表美國資產 人家不要 就不是美元指數走深 為什麼 美國 好 他一樣在白板 美元指數的構成 大家都知道 歐元 歐元最多大概百分之五五十幾 然後再來是日元 再來是英鎊 對吧 好 那最近呢英鎊前兩天才升息 但是呢歐元也升息 對 但是那都最後一次 就跟聯準會一樣 現在聯準會不是大家認為 接下來不會升息的 好 你不升不升不升 美國也不升 全世界現在沒人升啊 那接下來 匯率要比什麼 就不比升息了 比什麼 誰經濟好 經濟好的利率就走深 是 經濟不好的利率就走低 那我剛才講的這四個國家 誰經濟好 美國啊 還是美國 美國才公佈他接下來 軟球路沒事 對對對 沒事嘛 所以為什麼美元走強 那一樣啊你要問我 美元什麼時候走弱 那就看這幾個 比較吧 你覺得哪一個國家的 經濟會突然冒起來 比美國強 那他就走強 如果不是的話 那美元走強的趨勢 也不會改變 了解 那如果美債走高 美元又走強 這對資本市場不利 好我們常在講說 如果我希望看到美股大漲 對我是希望美元走扁 我是希望利率走低的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是剛好顛倒的狀況 所以你看喔 美國的民間實質利率是走高 因為大家要知道 美國的房貸 那個三十年期固定 他是參考誰 他就是參考這個 對吧 所以最近房地美房利美 講到房地美房利美 那個惠玉也調教他的平等 那在這題外話 房地美房利美公布 最近三十年級的貸款 現在已經飆到六點九 就是你要去借他的房貸的話 六點九 那未來呢一樣 他走高他就在走高 如果呢 房貸率再飆到七Percent以上的話 那一定會衝擊到房地產 而且這是房子喔 那如果什麼商業地產 那個信用卡貸款 學貸那個就更高 所以利率再走高的話呢 當然這個地方就會衝擊到消費 或者投資 那銀行的信貸呢 也是繼續緊縮 所以看樣子呢 這個抱我現在老神在在 可能接下來可以不要省息 他一直在講貨幣政策 都是比較慢發酵的 他都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他大概就在等這件事情 等那些發酵 好 那再來我們講聯準會 因為呢通膨目標一直達不到二 對 而且看樣子 我們最近看到很多原物料價格又在漲 對 油價又漲到八十 然後呢農產品價格也蠢蠢欲動 所以感覺上要再降很難 那如果你很難降 那聯準會也不能降息啊 對吧 而且聯準會之前說他不降息 就算他不降息喔 可是他的QT繼續做 再複習一遍 QT呢就是把錢拿回來 對 譬如說他有美國公債 美國公債他他沒有主動賣出 他是放到到期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聯準會的公債到期了 誰要給他錢 誰 美國財政部啊 譬如說我握有一億的 我也握簡單數字 一億的美國公債 當我保到到期對不對 我保到到期以後 美國財政部就要還我一億啊 是不是 所以聯準會呢 現在是美國政府最大的債主 對吧 那QT呢就是會拿錢 那我剛才不是講嗎 現在的TGA賬戶 對 只有四千七百億 根本不夠 完全不夠 你要複習 還有很多的支出根本不夠 所以他一定會想辦法拉高 所以這個就是我一直一直在輪迴 為什麼我說資金派對結束 就是從這邊你可以倒回來 為什麼資金派對結束 因為最後你就會發現 次長的錢一直被抽走 然後聯準會的QT呢 就是他每一個月要減少九百五十億的錢 不管是美國公債的減少 或者MBS的減少 那這一些狀況就是告訴你 現在聯準會只能袖手旁觀 他沒有辦法幫助大家 所謂的幫助大家就是回到變成QE 我再來買債券 我再來印鈔票 我再來降息 降息其實沒有把錢放出去 利率只是一個資金的價格 錢要多就是QE 他要從QT要再轉向QE 除非發生天大的事情 否則不太可能 那他現在只能袖手旁觀 那你想想看 一個地方要一直用錢 一個地方只能袖手旁觀 然後現在惠玉又搞不清楚狀況 又再給你增加美國政府的麻煩 所以感覺上市場的錢一直被抽走 導致國際股市現在開始全面下跌 你看包括連日本股市 是之前最強的股市他都領跌 日元其實最近很貶 理論上日元貶日股應該怎麼樣 強啊 你看一下日股 多久沒有創新高了 他已經越來越低了 日元其實還在相對的 我們講貶值的話 還在相對的不好的位置 還在貶值的低點對吧 但是日元日股已經開始走跌 最近反而最強的是一些東南亞的股市 什麼越南啊什麼的 所以你會發現整個主要國家的股市 或者你去看歐洲也是一樣都不好了 那股價的開始往什麼 基本面靠攏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開始 股價要開始回歸現實 你去看財報或者每一天 像我剛才講的蘋果公布財報 未來會有更多的財報 包括台灣也是 你接下來就要非常關注 第二季的基本面的表現 了解了 謝謝熊老師請先回座了 好 這是從惠譽跟進標普 下調了美國最頂級 Triple A的平等 到底他的邏輯是什麼 所以請聽我們還擔心說 惠譽會不會被秋後算帳啊 原來就算他被算帳 可能也是無辜的 因為美國早在惠譽條 這樣他的一個平等 十年期公債 就已經開始持續的飆升了 但是這其中 美債現在能不能買 以及現在國際股市的後市 崇隆老師的意見 也用給您做參考 所以崇隆老師給了第二個建議了 現在如果遇到手中的個股 才開始出現了急跌的話 不要隨意的加碼攤平 那我手中有一些股票 現在還處於套了的階段 該怎麼辦呢 柏傑老師說三個步驟 要搶先自救 休息一下 稍後告訴你